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GINA TV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個主題 是非常非常多同學問我的 那個主題就是 老師 我接完客人的睫毛之後 為什麼客人的眼睛那麼紅呢 通常第一點 新手同學最會發作的一個秉證 就是把客人的眼上眼皮拉太高 就像這樣 那黑膠在作用會產生一些氣體 就會刺激我們的眼睛 所以眼白的部分就會紅紅的 第二點 同學不是故意把眼皮拉這麼高的 它是因為下膠帶沒有貼好 所以下膠帶往上拱 所以只好把上膠帶再往上貼 這個叫做惡性循環 所以如果你要檢查 你的上眼皮有沒有拉很高 請你先檢查 下膠帶有沒有貼好 如果下膠帶有貼好 上面其實根本不太需要往上提太多 第三點 就是有時候是可能不是美睫師的問題 有時候可能是因為客人 他那陣子眼壓過高 例如說常常打電腦啊 常常花手機啊 前一天晚上熬夜沒睡好 這些狀況都有可能 導致他眼睛可能比較敏感一點 那這種情況之下 也有可能產生眼睛會紅紅的狀況 這時候客人最常會講一句話 我這世界都不會這樣 為什麼我這世界 為什麼眼睛這麼紅呢 那我覺得有可能是跟客人 他就是前一天做了什麼事情 或者是眼壓有沒有很高 這些都有關係 那不要解決方案 就是讓他稍微休息一下 或者是點個舒緩的眼藥水 就可以了 第四點 有些人他會戴著隱形眼鏡 接睫毛 這樣其實是OK 那只是說他可能在接睫毛的過程當中 他眼睛閉著比較久 那眼周比較沒有水分 就很乾 這樣也會導致眼白 有一些紅紅的現象 甚至是比較乾燥一點 所以他眼睛會有點不舒服 那眼睛眼睛又會跟眼珠 我們的眼白會摩擦 所以他有時候也會有點紅血絲 那這時候其實只要你幫他 稍微點一點點的身體鮮水 讓他濕潤 再讓他休息一下 這樣就比較沒有問題了 所以呢 美睫師最常發作的症狀 是前面一跟二 通常都是我們美睫師沒有做好 眼睛翻太開 那客人的問題也會有 但是客人這個 如果是客人的部分 我覺得那比較不嚴重一點 如果你想知道 他把膠帶拉太高 還會產生什麼問題呢 記得一定要看我下一部影片 Gina美傑的小教室 第四季 我們下回見 掰掰 欸等一下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請下方先幫我按個訂閱 並且打開鈴鐺 你就會在第一時間 收到我們最新的新知 那未來我們也會有很多 像是除毛類的 或是紋繡類的 一些新知會 跟大家分享 掰掰 如果想看不見 你們フィitations